上海上政治数周一跌破2000大关 收在1991.17点 不仅创下46个月以来新低 全年累计跌幅19% 更是世界跌幅之最 经济学家悲观认为 物质目前还深不见底 最坏可能跌到08年金融海啸低点 新华社报导 中国大陆海军舰艇编队 今天上午奋批通过宫古海峡 进入西太平洋海域 报导说参加这次训练的舰艇 多为大陆海军的主力战舰 具有较强的综合作战能力 官方说法称此为例行性的训练 北京城报今天报导 北京市石井山区27日 下午出现维持数分钟的神秘巨响 官方否认地震 也没有公安事件 网路上议论纷纷 大陆媒体报导 日前上海原通货运公司 将泥电池谎爆成一般 导通货物违反当地法令 遭到政府当局下令严查 禁止一切航运货物 导致苹果iPhone和iPad也遭殃 由于不能将iPhone和iPad内的 磷电池拆下给海关检查 厦门原通昨晚表示 该类3C产品无法再走空运 只能透过陆运或航运 提醒消费者注意运送时间 新唐野的电视整理报导